台湾最支持台湾的一个阶段 拉拢美国 福价福威 这是蔡英文的一种思路 这种思路来讲 原来 蒋介石阶段 是美国最支持台湾的一个阶段 那个时候是台湾并不民主 台湾那个时候是最不民主 最专制最独裁的一个台湾 但是也是美台关系最好的阶段 所以说 你说美国是一个民主价值高的一个国家 不是 美国的现在的最近的这个 这个黑人这个运动 就可以看出来 美国的种族其实和民主运动 还有这个 这个美丽的风景线 就出来了 美国并不是以这个意识形态 民主自由 人权 为最高充足的 美国是以国家利益 以美国优先的国家利益 为主的 这一点 现在 现阶段和美国关系最好的 是哪个国家呢 就是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 是现在 这个世界上最专制的国家 最 最专制最独裁的国家之一 他不是民主 这个民主价值 并不是沙特阿拉伯的一个 王储 他的王储 那个前世 那个是 杀了一个 这个华盛顿 这个华盛顿邮报的一个记者 公民起码就是 这要是在中国的话 那不知道 炒成什么样 所以呢 港独们 那些 那个黑衣暴徒们 你们要明白 在美国 我们说是在美国 在美国来讲 民主自由啊 平等公平啊 这种是一个 一个虚构的 一个 是虚的 是可以变动的 你说这个平等吧 华人和美国 和希望在美国 能够找到平等的位置 其实华人在某种程度上 连黑人 和这个 这个 这个 南美的人 都不 这个叫拉丁西的 这个 墨西哥人的这些人 都不一定 都不 都不 因为什么呢 华人呢 还是比较少 只有11% 这个亚裔 亚裔人口 但是亚裔人口 都 包括印度人 还有这个 这个南洋啊 这个这些 他们大家都有一个 华人这个儒家文化 包括 包括韩国人 包括 日本人 有一个很重要的 这个共同 共性 重视 重视 教育 重视这个 伦理 重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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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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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人 这个非裔啊 我们叫的 这个 非洲裔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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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洲人呢 美国人呢 不一样 他们呢 崇尚的是一个自由 懒散 另外一个 对学习来讲 这个 比较的松弛 像奥巴马 米歇尔这些 都很优秀 但总的来讲 我们说一个总的量来讲 考试来讲 考试来讲 学习来讲 比不过 亚洲人 亚洲人来讲呢 总体来讲呢 啊 进这些学校 高等学校 或者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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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比例啊 都是很大的 再加上 中国这个 留学生这个人数 所以呢 那 美国黑人呢 就出现了一种抗议 所以说 这种呢 这种表面上呢 是人人平等 但实际上呢 现在就 制定了一些政策 就排斥 或者是要限制亚裔人呢 把这个学校 这个成绩啊 你不是成绩高吗 我限制你 因为我的人数比你多 所以我就要限制你的考生的 录取你的人数 就是要 给我的黑人也好 拉丁裔也好 拉丁裔也好 就是什么 一些民族 这个实际上 就是不平等 不平等呢 因为大陆 中国人呢 有一个就叫 委屈求全 儒家道德 儒家那个方案 就是 我就 忍其同生 隐忍嘛 那个 这个 日本人也能 最能够隐忍啊 日本 美国人 新加坡 日本人呢 那种战争也好 呵呵的那种 嗨 嗨 日本人是 对强者来讲 是一种 毕恭毕敬的一种态 很多地方都是这样 包括 这个 但是非洲人呢 他是一种 带有一种反抗的 架势 比如说 比如说 因为他没有 所以他总是压迫嘛 受那个排挤嘛 或者他少数的 他就反抗 集会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很抱团 华人在美国社会当中呢 比较懒散 像一盘散沙 所以说呢 中国奴家文化来讲 窝里兜 这种呢 华人呢 最反对 那个 你看这个 法轮功也好 六四一六 民运人士也好 还有某些 台独人士也好 这些都呢 每天都在 在活跃的 这个白宫的门前 还有这个 这个 这个 七一了 马上要 七月四号 就国庆独立日了 英特派人之队 然后这个 这个时候呢 都看着他们的身影 暂时他们的影响力 在美国的影响力 但是 这种影响力 总体来说 亚裔来说 是比较弱的 某种程度上来讲 是不团结的 是四分不裂的 是自相矛盾的 所以说呢 我们说 那个 将来东都扶桑呢 这个人数又少 不像 非洲人 非洲人 他们不管这个 印度人也好 不管南京 他们都比较 在这个 在争取自己利益的问题上 都是一致的 同时 能感觉发声的 华人当中呢 这个亚裔当中呢 最不敢发声的 就是 最不愿意发声的 就是 华人这个 这个团体 逆来顺受 这跟那个大清 和那个儒家 儒家教育来讲 居心天正 父父子子 这种教育啊 儒家文化的教育 是很多的联系 所以西方的这个 思想呢 它是以什么为主呢 它是以一个 强调个人的利益 强调你这个 法治的力量 它是最高原则 民主的最高原则 不是政府 它是宪法 而中国大陆呢 最高原则呢 是政府 或者是说 这个 意愿化的领导 这个呢 就是区别呢 就在于这里 所以呢 这个 这个本 就是 你损失害的 这个 这个 意愿化的体制呢 就损失害了国家的一个 一个领导的结构 所以这个呢 在中国 这个美国的模式呢 在中国呢 来讲呢 政治 政治上的改革呢 为什么比经济的改革来的慢呢 就是因为政治改革啊 如果这样子 政治上的一改革 这个社会就乱了 所以邓小林就提出呢 我们就知道呢 稳定是压倒一切 国家需要稳定 中国需要稳定 没有稳定 所有的改革开放都会复制中流 都会像中东一样 就会像 那个苏联 苏联那个时候就会解体 中国呢 在聪明的地方 就吸取的教训 政治上的改革 我们保持我们自己国家的总权 这个保持自己国家的民主的方式 集中制的方式 不搞那种自由选举的那一套 不搞 那个这个 美国的这一套 你在香港地区可以摸索的去搞一搞 试点试一试 你在台湾地区 你们先这个实行那个 中华民国宪法 我可以按照你这个要求 你现在实行一下 你觉得最后比较一下 大陆这种 这种模式好呢 还是你 香港模式好呢 还是澳门模式好呢 这个允许 还是新加坡模式好 这个华人社会当中呢 就这么三种 四种模式 但是现在多了一种模式 就叫做美国模式 美国来讲 应该也是一个 带有华人 浓厚华人色彩的 潜 就是潜 就是潜 就是隐性的 华人色彩的社会 因为 美国的原住民是印第安人 印第安人 他的最 印第安人的文化 当然叫做农耕文化 就是小农经济的文化 就是 印第安人就是 亚裔古文明的 封建制奴隶制的文化 但是 经过了这种 克伦布也好 美国的 美利坚的监力也好 屠杀 大量的屠杀 还有种族灭 疫情的灭绝 使印第安人的文化 成为边缘化 但现在 随着中华文化 中华文明的 铁起 这种 唤醒了亚洲人 在美国的 一种参与 美国的政治的 一种参与感 加大自己的影响力 因为 如果华人再不发生的话 连黑人的地位 在美国 连黑人的地位 都 地位的定位 都不足 所以说 这就是美国 不要把美国的 很多没有来过美国的人 认为美国很民主 自由 你看这个 喊这个口号 其实 真相里面来讲 有大量的不民主 有很多的双重标准 通过这一两年 就可以看到 这一两年的 形形色色的表演 就看到了 中美文化的细节当中 有很多双重标准 中国有中国的 我们希望 中国也好 台湾也好 香港也好 美国也好 新加坡也好 都根据自己的 自身利益 来 来决定你自己的选择 人民的选择 政治的模式 不要把自己的民主 看成是哪一个人的灯塔 台湾民主 从李登辉 陈水扁 马英九 到蔡英文 以及 现在的 政党政治人 国民党的 民主党的独大 都潜在了一个 自欺欺人 满天过海 自己欺骗自己 一个糊涂的地方 他不知道 正在温水里 堵青蛙 台湾就是温水里面的青蛙 现在美国最希望 让台湾能够反中 抗中 脱中 能够宣布台湾独立 你不管你什么 中华民国台湾独立也好 干什么 这个样子 它有三条路线 X路线 反中 抗中 美国从美国利益来讲 反中抗中 然后某体利益 通过这个对抗 就进入冷战时期 就是冷战 就是像苏联一样 这个 但是呢 这一条 我们讲的 X理论 但是美国行不通的地方 什么 因为有太多的美国企业 在中国 太多的利益 和中国的利益 是交织在一起的 你伤了中国 也就伤了自己 你包括 这些 包括那个苹果也好 还有包括这些 像我原来那个厂 就叫做 IPCI 就是美国工业气体 美国气体和化工产品 这个公司 在深圳呢 就叫做中鸿工业气体公司 那么 这个呢 它是一种生产的气体 用美国的技术 美国的生产模式 来供应这个 氢气氧气氮气 这个工业气体和化学产品的 这么一个公司 我在西安的时候呢 就是 就是 计算机 普通设计 这个 计算机 计算机 图形公司 影视制作 还有一个 这个芯片 芯片制造 我们芯片制造 最原始呢 叫做线路板设计 线路板生产 过去是线路板 现在变成芯片 其实我学的 我学的 我学的 我就学的 这个芯片设计 当时叫做 就是 就是 部线 那个 那个 电子元链的部线 自动部线 多层部线 多层板的部线 芯片就是多层板 就是把原来的 一个 印刷线路板 变成一个小小的 一个芯片 或者集成化 我们原来叫做 进化的多层化 那么现在 后来呢 我到深圳的时候呢 我到后来 又到招商局的时候 我是叫管理工程师 就是 从从技术搞技术 到变成搞经营 搞管理 搞市场 我有这么一个讲 我是和任正非 和这个郭泰民 同时期的一个 起来的一个 这么一个 商场的锻炼起来的 一个企业经理人 但是我们 不是私人企业 为主 它主要是 就是国有企业 或者是 带有国有企业性质的 招商局 它带有国家这个性质的 国家重点扶持的 那个企业 所以我参加了很多 开创性的 这种 这种 有影响力的 对国家政策 有影响力的 一个政策的 一个探索 摸着石头过河 我们就是这种 改革开放的 太刀兵 始作英者 实践者 就是 就像这个 印度 边境线 打仗 那些 我们是战区 我们就是当兵 当兵了 或者是第一线的 子弹员 我是企业的 我是中方的代理人 所以说 我有一定的 管理的素质 有一定的谈判的素质 有一定的双赢 是素质 经商的一种 基本的一些素质 当然我不如 认识朋友这样的 强烈的 超前的意识 还有引导 市场竞争的 经验 博弈的经验 我有的是失败的经验 我也搞过电子商务 但是我没有成为马云 我也搞最先搞的 服装设计的 电子商务 也主持过 深圳市高教会 20000的高教会 这个论坛讲座 但是我没有成为 像那个 我们企业叫 零动电子商务 没有成为马云 这样的一个 阿里巴巴 我们没有青城市场 在这个中途当中 我们夭折了 我们流产了 我们就变成小人麻痹症 我们也组织过 华夏电子商务的论坛 也组织过服装的论坛 在这个当中 我们有德 五十 德是三 失败是七 所以说我们 但是呢 失败来讲 企业失败了 但是成功的 就是我们积累了一些失败的经验教训 我们这一代人呢 投资的是我们的鲜血 和我们的时间 时间就是金钱 效益就是生命 我们投入了金钱 投入了我们的生命 这个口号是我们提出来的 我们又提出一个市场经济呢 不姓赦也不姓资 它是一种改革开放的法治经济 这也是我们提出的 空谈勿国 实干兴报 这个就是我们在商业 提出的一个谱号 现在呢 我们也看到 现在在解决两岸问题 这个问题上呢 我也做了一些很重要的探索 这个探索是做了哪些具体的探索呢 这点我也不是表工 但是我自己的经验呢 我这里简单的谈一下 我最早呢 谈台湾问题是1974年 大年初一 给毛泽西写这封信 就提出台湾问题啊 解决台湾问题 必须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所以呢 就是 因为我在石油这个系统里面 石油工人是国家的主人 我们现在管理啊 就包括这个 我们是最大的石油钢管厂 叫宝迪石油钢管厂 叫宝迪石油钢管厂 这管理还是比较落后 还是一种粗放式的管理 如果我们那个一条生产线呢 我们有三十个人 一个侧天里有三 一个班有三十个人 在这个原来引进呢 俄罗斯那个 罗文钢 钢管 生产的钢管 他们只有十几个人 而我们有三十个人 所以这个工作效率啊 还有这个技术操作水平啊 都是工人的基本素素来讲 都不够 学习的那种能力 因为我们是引进嘛 大家消化的能力 当然不如这个 这个当然创造的 就像 当时的俄罗斯 苏联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还是生产技术 还是有这个 就是 模仿型 感造型 所以我们必须要提高这个技术 我就把这个 提出了五个建议 五点建议 一个是技术 另外一个 解放生产 叫解放阶级路线 你要把人的这个 积极性调动起来 把那种政治斗争啊 退居 退居 重在表现 不仅仅是看他的出身 主要是看他的 在这个 生产当中 在国民经济 在社会当中的政治表现 第三个呢 要提高这个 科学管理这种能力 第四个呢 我们这个举国体制 要实现国家的整个的经济 把政治的运动 转换到经济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这个轨道上来 第五点呢 就是我们这个 解放台湾呢 这个 要提到一时日程 你要这个 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解决 那个时候 我在七四年提到 已经 联合国大会已经通过了2758号决议 既然已经通过了2758号决议 那个时候就提出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了这么一个思想 既然这个国家里面 你是这个 我们就不要在这个问题上 争谁是政府 谁是 这个什么 就要 根据实际情况 解放 来解决这个问题 台湾那个 和中国大陆的统一的问题 当然 没有实力 没有 那就是空谈 解放台湾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那就是空谈 这是我在21岁 我现在回想起来 那是何等美年轻万 何等的风花正茂 归斥方秋指点江山 那个时候就不怕死 就给毛泽东写这封信 对不起 这个呢 我今天谈到这里的 可能大家认为这个 但是这个是事实 然后呢 我就当时后来 四伦邦就跟我提顿 就把我的当中是一种 就来调查我是什么人 就到保鸡干块厂 保鸡干块厂呢 为了保护我 就让我回家 这个回家的时候呢 就回到四川的德阳 我父亲那个单位 我父亲来到保鸡来接我 回到家呢 我父亲一看我没病 就要把那些药 抑制神经系统的 睡眠的药 都弄掉 然后就让 就给我冲洗 就 原来我的同学呢 在中基校 在他们的子弟 对我父亲挺好的 对我也挺好的 他的妹妹 就是我现在的老头 然后他那个时候 正在四川打篮球 我就这样 天天 我结婚了 最后我领个 就在我在 回去休养 这个避难的时候呢 结果我介绍了 他呢 就是 就把这个 婚姻大事就定下来 我还想 这个 你们要不是多去 毛泽东说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 但是要把五战区 五万大革命 进行到底 我那个时候 28岁 还没有想到结婚 还没有决定结婚 不是说没有想到结婚 南大当国女大 当将了 那时候 但是呢 有一些 那个什么 那个 那个 有些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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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的那么轻软,但是没有定下来,在不确定之后,我父亲给我一确定音,婚姻问题对,领入结婚证,我的心就定下来了,不要去东享世界,不要去管理国家大事。 我父亲说,最后我父亲就是务实自作,切勿从政,最后一直,我父亲对我这个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一个思想,我觉得我父亲对我来讲,这个启发还是正确的。 要务实自重,拿我们现在来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没有那个权利,你没有管理国家大事,管理两岸关系,推动两岸关系的权利,你也不了解两岸关系的情况。 你这个发言权,那叫做隔靴骚养,隔岸关火,那就叫做,纸上攀兵,众无大用,你的信口开河,你不是打击,我父亲来讲,不是打击你的积极性。 决策权在东南海,在毛主席,在党中央,你没有这个发言权。 我当时就年轻好胜,就觉得我自己,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等吧。 这个时候,那个时候年轻糊涂嘛,干了很多蠢事。也正是因为这些,这些参与的这些活动,冒下了一个病根,留下了一个后遇症。 就是我对台湾问题呢,就特别感兴趣。因为我又是台湾生人,这个东西啊,这个一下子就把我的医生都毁了。 医生都是在这里的,上下求索,不务正业。所以我昨天在总结的时候,尽管是每天都有进步,每天都是说一些不招编辑的话,但是没有真正实现自己去实践。 因为不当家不知采米贵啊,我只是这个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想。 所以我这当中呢,只是说给大家把我的信件,我的想法,我就给中央,中央这个国台办,中央办公厅,然后经常的提,经常的写信,经常的发表意见。 而这种发表意见的过程当中,也积累了我对台湾问题的认识,更加的了解和认识。 所以我呢,1995年的时候,又给江泽民又写,因为江泽民第三届又写信,提到了解决台湾问题的想法。 因为我当时1986年的时候,我是舍口呢,就是第一家台胞台主联谊会的会长,我有了一定的名分,我有了一定的说话的权利。 对不起啊。 然后呢,我就给他中央这个写的封信,给江泽民也提到了。 江泽民回答的一个,发表的1月30号,我是原来写的信。 1月30号,江泽民回答的一个真话点,就是共同努力,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一,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 提出了江泽民,也就是说,他这个在更高的国家层面来讲,提出了8个条件。 第一个,在一个中国人员下,什么都可以谈。 然后又提出了很多的优惠台商,台湾同胞的一个政策。 又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台湾问题》。 这个书里头提出了一个哪些观点,是错误的观点。 就包括两岸之间一国两府啊。 台湾不能够以政府的名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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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解决台湾问题。 解决台湾的定位在那里。 所以我对台湾问题的定位和了解比较早。 最早的时间是从1974年,给毛泽东写信。 在一个阶段,就是1995年,跟江泽民第三代的人接触。 江泽民后来提出这个时代,提出完了之后呢。 江泽民那个时代就提出了一个。 一开始先提出江八点,又提出第二个呢,提出那个批判的魔论。 为什么呢? 在提出江八点以后呢? 那个时候, 台湾对应江泽民是邓辉。 李登辉当时提出了一个国土纲领。 这个近期目标和中层目标和两层目标。 我认为李登辉在这个阶段,在初期阶段,是有一定善意的。 是有一定探索的。 在一个中国,他说,他那个时候,我记得, 那个时候最早江八点,1995年提出来说,李登辉提出来什么呢? 在我们的原则也是一个中国的原则,就是中华民国的原则。 这个时间呢,大陆这边呢, 我认为呢,犯了一个形而上学的错误。 也就是邓小平,江泽民,包括后来的胡锦涛和现在的习近平,都没有认清中华民国这个真面目。 这个真面目呢,这个真面目是什么真面目呢? 中华民国就是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国。 这个点呢,这个点呢,是一个核心的一个,一个中国的核心利益,就在于这里。 我刚才说这句话,中国的最高国家利益,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国。 今天我讲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要打仗。 现在呢,现在美国的最大利益,就是希望台海打仗。 通过这场战争,来解决现在的美国经济危机问题,还有世界经济危机,都希望中国打仗。 中国打仗之后,中国就衰败了。 除了贸易战争,他就希望印度和中国打仗。 印度你不是起来了吗? 你和印度就很想,你刚才就希望他拉入苏联,苏联,跟美国合作,希望中国和俄罗斯已经发生摩擦打仗。 中国呢,从江泽民时代呢,一个最大的转变,就是缓和了中国和原来的中华人。 因为江泽民呢,是苏联的留学生。 李鹏呢,江泽民,李鹏,包括李南青,这些都是当时的苏联留学生。 而我父亲呢,就是江泽民那一代人。 江泽民那一代人,李登辉,我父亲是1923年生人了,他是留书的。 我父亲原来也在东美经济局是科长,是国企生产科,管理科,副科长。 因为我父亲是国民党,原来起义过来的。 所以他不可能做正职,他只能做副职。 因为我父亲搞技术工作,搞管理工作。 他搞个计划经济也好,搞什么。 因为我父亲在台湾的时候是在物资局进口部做客的。 那是个肥缺啊。 后来这个策反,我父亲就回到了大陆。 1949年就回到大陆,参加了新中国恢复东北的建设。 是这么一个背景。 所以我父亲一直比较低调。 但是他看清了这个形势。 七万同名也好。 还是跟着共产党,三线建设也好。 东北恢复建设也好。 我父亲是立的功的。 就改革开放之后。 后来江泽民这个时代呢, 就启用干部之后,就把我父亲给招到部里去了。 招到部里去管理。 所以昨天的父亲节呢,我也想起了我父亲。 所以我昨天说了一个四世同常了。 对,我父亲这一代,我这一代。 然后呢,我这个女儿这一代,我的女婿这一代。 然后有我的外孙,当他这一代,这是四世。 我们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对新中国的建设, 对两岸关系,对中美关系的发展, 都起到了我们自己的作用。 在历史,在我们个人的角度上,我们起到了这个历史的作用。 我的爷爷就不说了。 我爷爷是原来在中美,在天津, 中美这个当时在洋文运动中, 有个赞仓洋行,赞仓洋行。 一个树心,一个针字。 一个仓是那个苏贞仓那个仓。 然后赞仓洋行,在那个,在那个, 就是搞金融那样,是在天津, 卷卷厂的旁边。 我父亲是在那里的高级科技主管。 我当然也不能说他, 他一个月一百大洋,当时来讲也算是比较高的。 那叫买伴,我父亲爷爷叫买伴, 他姓马。 我父亲原来的名字叫马伯燕, 我原来叫马保罗,我在台湾的名字叫马保罗, 马保罗,就是那个,这个又测远了。 我今天要谈的问题啊,这个比较多, 我还没有进入我的主题呢, 我就想我们换一个时间,换一个节目再来再播这个主题。 我要连续的讲, 我这个讲话要对台湾的这个马英九, 我是想给,目的是谁呢? 想给马英九听,张亚忠听, 还有,因为江亚忠原来来过, 马英九呢,我跟他保持了很多联系。 我跟台湾的谁都有联系呢? 李东辉的时候呢,我给李东辉也写过信, 我说两岸关系啊,不是, 那个时候叫做,不是国与国关系。 我当时还想着一个是state, 因为根据美国联邦制,state by state的关系。 你是一个州啊,你是一个state, 这个大陆,美国是50个state, 然后呢,大陆这边是39个, 那30个state, 就是你是1比39的一个关系。 特朗普说呢,特朗普这个关系呢, 就是,你是一个笔尖, 你是个笔尖,大陆是个桌子, 这么个关系。 所以说呢,特朗普的眼里和我, 和我当时呢,和我,和我当时呢, 在给李东辉写信息的关系, 是一样的观点。 他说是一个笔尖的关系, 我在这里有个地图, 大家一看就知道。 但是,我们要找到共同点, 利益的,我们要闯到一个双赢的阶段, 就要找到利益的共同点。 那个利益的共同点呢, 当时邓小平就提出一个国共产判。 这个在什么政府, 不能用政府的state by state是不行的。 叫做,美国和中美建交, 1979年建交联合公报的时候, 定位台湾, 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是non-office relationship, 就是台湾与大陆的关系, 不是官方的关系, 不是官方的关系, 就是non-state by state的关系。 不是政府对政府的关系, 而是民间的关系。 所以蔡英文, 马英九华, 包括苏启, 还有苏启的哥哥叫苏宁清, 对联合国宪章, 联合国二十五八号决议, 还有中美建交公报和台湾关系法, 还有台湾现在的两岸关系, 邓小平和平统一国两制的定位, 92公司的定位, 没有搞清楚。 最重要一个没有搞清楚的地方, 就是台湾不是一个state, 不是一个government, 不是一个nation, 不是一个分裂的国家。 中国没有, 中华民国没有分裂, 在法律上没有分裂, 法无民门规定啊, 不得处罚。 国际法上, 联合国现场没有明确规定, 中华民国是两个中国, 也没有规定废除了中华民国。 所以呢, 就不得处罚。 现在联合国现场没有一条规定, 是联合国, 这个中华民国废除了, 中华民国在哪? 是吧? 我抓出一个旗子来, 不是两个, 现在呢, 实际上是两个中华民国, 一个在大陆的, 这个中华民国, 中央民国, 中央民国国政府, 中央政府, 一个是台湾的, 中华民国, 台湾省政府, 这是两个不对称的这个政策, 特殊的国与国关系, 特殊的中华民国和中华民国的关系。 这个问题的定位才是准确的, 这李东辉没搞清楚, 马英九没有搞清楚, 张亚冲, 张亚冲, 张亚冲也来过, 张亚冲还有那个, 包括台湾两千三百万人都没有搞清楚, 我现在, 逐步的把它搞清楚, 我今天呢, 因为我考虑到, 这个问题一定要讲, 一定要讲清楚, 目前的形式呢, 一定要讲清楚, 我下面的, 一定要把它变成文字的东西, 可以交流, 因为, 对谈判, 蔡英文呢, 说的一个, 叫做, 和平, 对等, 民主, 第一个叫做什么来讲? 和平, 民主, 和平, 对等, 民主, 反正是这个意思了, 就是说, 和平啊, 蔡英文是和平分裂, 和平台独, 不是和平统一, 和平修宪, 走向法理台独, 这个是明明白白的, 大陆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明明知道蔡英文在那里, 不敢启用反应分裂, 而现在呢, 现在正在, 美国希望中国, 中国两岸打起来, 大陆呢, 应该看清这个形势, 应该借着这个形势, 来完成一场局部的小型的战斗, 有限的, 兵不血刃的战斗, 来宣示台海的主权, 这就是我说话的, 现在详细的步骤, 今天的时间不够, 我已经有了X方案, Y方案, Z方案, Z方案, X方案, 就是美国, 美国的方案, 美国的一个方案, 就是反中, 抗中, 冷战方案, 就是承认台湾, 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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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的限制部, 是个, 呃, 就是, 是个国家, 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这两个人, 两个人就启动反对分裂国家法, 就美国参与了, 这个, 台湾独立了, 这个东西一定会打起来, 大仗打起来, 第三个叫内方, 就是小, 这个, 小摩擦, 局部战争, 局部战争呢, 因为现在需要一场局部战争, 内方叫, 超越自我, 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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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国你要超越自我, 现在承认自己是中华民国, 成, 中华人民共国的, 这个, 14亿年, 要承认自己是中华民国的延续, 就是代表的, 中华人民共国政府就是代表的中华民国, 你看, 这两个棋子, 对吧, 还有这个棋子,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我今天要宣布的一个立心求真, 这个是真的话, 实质求是来讲, 中华人民共国就是中华民国, 你, 现在习近平不承认, 不敢承认, 邓小平也没有敢承认, 江泽民也没有敢承认, 全部, 共产党也没有敢承认, 我们现在今天就要讲清楚, 这就是真理, 中华人民共国就是中华民国, 真理啊, 往往是在少数人手里, 所以说呢, 我们呢, 今天就要把这个, 今天就要拖一个底, 为什么这样子呢? 它有很多承认, 一个是立场, 一个定位, 一个是法律, 最高的原则是国际法呀, 你中华人民国宪法写的, 写的写的明明白白的, 呈在中华民国, 没有费途上, 台湾的中华民国宪法, 明明白白的写的, 固有领土, 包含大陆, 非全体国民的不得更改修职 所以你现在蔡英文上讲你破坏的这个人 你制造分裂 那你就是搞台中 你就是要发动战争 我们现在就是要用战中来回答你 就是要用法统的来回答你蔡英文 来实现这种缓和 就是Z理论 今天我们叫XYZ理论 外理论就是承认你台湾 那就是两个中国 承认一中一台 那就也要打起来 第三个是小打 第一个是全世界大战 第二个是反分裂回答法的战争 第三个是小打 这三个就是XYZ 这个是三个阶段的 三种规模的形式 我们今天先开个抛砖引玉 先开个头 然后呢 这个新冠病毒带来的经济衰退 需要一场局部的战争 需要打一场局部的战争 而这种大势手续是不可以避免的 不是人为的 它是需要的 全世界都需要 你这场只要打开了一战 爆发一场战争 这个问题 两个问题就更加明朗了 就两个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国 这个问题就明朗了 否则不明朗 所以都讲不清楚 所以我们公说过公用理 婆说婆说的理 这个问题讲不清 扯不清 需要一场战争来解决这个问题 一场多大的战争 局部战争 一天解决 一天就解决这个问题 谈判是解决的 凡是武力不能在战争上得不到的东西 谈判桌上永远得不到 和平谈判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下一步 怎么来解决X理论 Y理论 Z理论 这个问题 谢谢大家 我今天没讲完 但是我这个嗓子 已经到了极限的程度了 这个临界程度了 我就也到了一个小时了 对不起大家了 谢谢大家 听我这样的讲 嗓子有点不好 谢谢大家 啊 好 好